已经养成习惯了 只要翻到一茂现形 头一个念头猜起来 第二个念头就阿弥陀佛 就把他降服住了 这种功夫就能完成 所以佛光一铸照的时候 你马上就得一心不乱 所以罗舍大师翻得不错 它真有这个意思在 这个经典上讲的时候 他是个再来人 他是切佛的翻译法师 不只是提释迦牟尼佛 过去的六尊佛的时候 他都做担任了已经的工作 所以这个都是佛菩萨为我们实现 都是再来人 我们对他要有信心 所以这个已经 依照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 这个往生戒因 我们要懂得 那么这是一个人最后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要帮助他 所以说祝念的功德不可思议 祝念当中 他必须是常常听经 这才好 因为你祝念才能够帮他提起 他才会跟着你学习 如果平常 如果平常听经的时间少 读经的时间少 那要靠什么呢 靠他过去多生多节 他在经中上下的功夫胜也行 在黎明宗时 帮助他也能把他提醒 过去生中没有学 这一生当中听经文法少 那就很难了 那就不容易了 但是临终诚心给他帮助祝念的时候 还是有好处 他不会多活动 这就这一生 一生当中跟阿弥陀佛结了缘了 等到下一次的人生 再遇到这个法门 再接着干 所以一个人善根地现前 不是一生修的 都是多生多节修的 没有多生多节的时候 这个善根不可能 你说我们同学在这边听见 如果是你这一生才修佛的话 你决定在那做不住 两个重点怎么会做得住 你能在那做两个重点 听得很欢喜的话 换句话是 你过去至少经上讲的时候 那个我们难以相信 但是我们相信 佛的话说是真的 都是百千万亿 神啊 你所种下的善根 这个话我们能相信 你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 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呢 这一往生就成佛啊 那极乐世界是个特别的环境啊 往生就成佛 就等于成佛 决定一生成佛啊 所以要不是 百千万亿 神所累积的善根 因为这一生不可能 这个是我们要相信 相信佛的话真实 绝对不是 一时两时三时五时 不可能 这个绝对不可能 所以我们明了之后 我们就晓得 这个是我们信佛 信佛的 佛给我们的四义法 非常好的教训 我们一法不一人 这法是经教 你说这个 这个是 这个不能读地藏经 或者是这个 这个 借淫的时候 是女神向来借淫的 哪一步经上有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通通是男神 佛来借淫的时候男神 自己往生的时候 女神也转成男神 通通都都赚了 那个是正确的 如果看到还是女神 好像从前有一个本子 叫极乐世界游记 有这么一本书 早年 我在这个 也在香港将军的时候 在这个 街心街 中华佛教图书馆 常怀发思 拿来给我看 他问我 他说这个值得怀疑 怎么这个人到极乐世界 还看着还有男女 跟我们这个世界差不多 我说对 你看着很正确 这就不可靠了 为什么呢 因为经上讲的不相应 那我们在专辑里面看到 我们的粗组 会员大使 晋朝时候会员大使 会员大使在往生的时候 告诉大家 他在夜深当中 见过三次极乐世界 都没有告诉过人 都没有说出来 他说今天是第四次 这个境界先前了 跟从前完全一样 他说我要走了 人家就问他 你见得是什么样子 跟无量手机人 讲的一模一样 经典可以拿去对照 好像我们走路 到一个陌生地方 去看地图 跟地图对照 经典是地图 那就正确了 如果与经典不一样了 他不能去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临终的时候 如果看到是 释迦摩尼佛来接引你 要死佛来接引你 你可不能去 为什么呢 那决定是假的 是魔王 或者是你的冤情在主 献这个身来接引你 接引过去之后 再跟你算账 那个很可怕 就是说 他信 变现其他的身 护发身不管 为什么你不是冒充 你如果他信 弥陀仙 信 观世音神 这个不可以 这是你是冒牌 护发身 干世 绝对不需要 所以临终的时候 见到阿弥陀佛 见到观世音 要相信 哎呀 这是魔来变的 那就错了 魔不可能变本尊 所以你修本尊 魔不敢变本尊 本尊之外 他可以变 你的信心不足 诱惑你 这个道理要懂 后面一个问题 它是弟子的母亲患有自闭症 一直是由善良正直的弟弟专门照顾他老人家 弟弟曾经请教老发子如何帮助母亲 师父开始念一千步无量寿经回向给母亲 但弟弟认真 读完一千步之后 母亲的症状好转的有限 那你就再念一千步 既然有一点好转的时候 之前开始好转了 那后面这一千步的时候效果就会更好了 然后你再念一千步 你得算决定有好处 为什么呢 这里有个道理 你自己有真实功德 是你母亲给你的 你母亲不生病吗 你就不念了 你为什么能够念个三千步五千步一万步呢 是因为你母亲生病的时候 你才念的 母亲是这个功德 地藏经上你看光木女 为什么能把她的母亲度化了 是因为她母亲度地狱 她才认真念佛 才念到一千步乱了 一千步乱就等于成阿罗汉了 那真的是正果了